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天,一名大学教授报警说他妻子失了钟 但一个星期后,警方竟然在他的大学办公室 找到一个可疑的木箱 而在里面竟然是他失踪妻子的尸体 死者颈部被电线纏扰 而兇手竟然就是这位大学教授 根据善报,案发当晚他们在宿舍房里吵架 其间有人冲动犯案 其后,更将妻子移私去办公室 企图掩饰真相 所谓千世修得共枕面 三十年夫妻感情,其实真的很难得 但有多少对爱女真的可以保持着甜 吵架很平常 人们常常说床头打架,床尾黄 但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 一个大学教授 因为长期啞引他妻子的语言暴力 最后失控,用电线勒死他太太 造成一个无可挽回的家庭悲剧 其实勒死这类案件在香港也不是少见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到梁家区医生 卡尔上来跟我继续谈一谈的 欢迎你 按照这宗案来说 我们一般法医是怎样判断它是勒死 例如给什么勒死 首先我们先看看他的死因是什么 如果是一些勒死的案 通常他的死因是窒息 很明显地有几个特征 我们去现场的时候见到的死者是这样的 他身上高,尤其是臉或眼底 或者他的器官 我们解放时的器官是见到一些红点 红点是很小的,但是2mm以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去勒死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血压升得很快 之后他的血管就会爆了 形成一些红点 第二就是那个面是特别肿的 不同跟普通水肿 有时候女士说不够睡 水肿是不同的 因为它拦着脖颈 动物的血退了 但是静褥回流不了 便会谷着臉 所以它特别肿也很重要 而且就是臉很紫 是紫得很紫 因为就是缺氧问题 所以这几样东西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了 当然我们也会看看 他的颈部有没有其他伤痕 可能是被人捏住的 可能会看到手上高 一些手印的指印 指印 或者是他用一些其他工具 键、电线 那譬如今次的案件 电线 又有电线的痕迹吗? 理论上来说 就应该是很明显地看到有电线的痕迹 在颈的电组织上高 那颈会不会有机会留下了 可能胸手的那些手指的舌或DNA呢? 看看它怎样去控制电线 可能它拿电线埋起来的时候 电线已经有它的DNA在里面了 它有时除了电线 它拎的时候扭得很紧 它的手再加上动作 当然有它的DNA在里面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再检查死者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它被人撒杀 它很明显地会反抗 它可能手上高会有袭击人 袭击人的DNA DNA, 它是手指甲 很多时候就剪了手指甲 抓到手指甲 看到它里面有其他皮肤的DNA 大家可以猜到发生什么事 在这件案件 死者就被人收到行李箱 然后再被人放了木箱 像这张图 这一个就是床丝的行李箱和木箱 然后被移到办公室 之后发现这个尸体的时候 已经腐化了 我想问 腐化了的尸体 是否看得出那种辣痕呢? 腐化了尸体就会头痛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皮肤 就是它的软组织已经开始变坏了 我们很难看到 很多时候皮肤开始会腐烂 就是因为有些血液留在这里 里面有些细菌 而令到附近的软组织开始坏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有时候 烂死的案件 因为它烂死的位置 软织是压了 所以… 不是这个位置吗? 骨骼这些 对, 高一点 最高一点 烂死的地方也高一点 是 那个地方已经少了 可能那个痕还有一些 但是其实香港这么厉害 有时候也挺头痛的 很容易 香港容易的, 很快的 这位教授杀了他太太之后 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心理 为什么他不是选择弃师 案件是他自己报警的 是… 你记得吗? 他说他太太失踪了 然后警方上去调查完 就发现他办公室这个木箱很可疑 第一次是没有可疑 谁知道再回去调查 之后那个箱还在 真的很可疑 为什么有这个箱 最后揭发了他 藏了他太太的尸体 但是也隔了这么久 为什么不会选择弃师 或者用其他方法处理了他呢? 在犯罪心理上,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 这个行为 除了心理, 也有二十几因素 在心理方面, 我个人觉得 他是冲动刑杀了人 因为他那一刻 是没有想过用什么方法杀他 不是正心部署 对, 一定不是正心部署 没有计划的 所以他在一时冲动之下 杀了他太太 他这个时候, 如果抛尸 或者是运输师 大学中的宿舍是很严谨的 加上学生走来走去 其实在现实的角度看 其实是不方便去运输 只能够藏在不让人见到的地方 那我就推断 因为这两个情况下 他才把这件事放在办公室 还有我自己觉得 他身为他的丈夫 他都不会有这个心 真的会想 拋走他, 抛走去处理了他 因为他不是计划过的 正常如果是爱妻子 他不会这样做 但是当他杀他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充满了憤意 他才会想 坦白说, 教授好像也有提到 他没有弃弃这条丝 是因为不捨得 对, 我觉得是真的有这个心 这是爱的表现 也会有感情 我们已经结婚了很多年了 你杀了他, 已经很坏了 可能他已经良心扎鼻甲 他还要扔掉这条丝 就是死无全丝 可能他又没有做出这样的事 那就直接撞吧 在自己办公室 对, 加上一个灵堂 对 我们刚才说 我们是否能够在尸体 有机会看到什么痕迹 就是由什么空气造成的特殊 是, 大部分情况之后都看到 但是如果他用一些空气 是比较柔软的 比如一些丝巾 或者一些柔软的毛巾 就难看很多 是, 科学我们不要只谈 我们一起做实验 是, 这里我们就有这个 麻绳 还有这个电线 还有这个丝巾 我们现在就试试做这个实验 你不是那么明点地 你有一条绳子的 对, 真的 我们试试这个电线 我想应该是… 跟绳子差不多 也很… 他不是很多痕 但他又杀伤你的既足 喂 一 一 看看 那痕会是如何夾 哇 不会这么厚 他似乎不是让他夾吃 而是让他夾吃 夾吃 反应痕 那我看其实真实的情况 那个绳子 麻绳电线 和丝巾的疼痕是怎样的呢 有什么不特别大 很明显地是你看到空气的样子 其实想令人窒息 用力是不需要很大 根据一个法国病理学家 不好意思, 卡尔 是 你说力, 我突然间真的准备了 因为我这里有一部拉力测试机 好, 待会你试试 你先来吧 是 欣欣, 你试试 如果他用力做到什么效果 有生气的 好, 先看看 他拉到一个 也接近24公斤 公斤还是Nutron 是算的 或是Nutron 太深了 我记得 当然 其实在大家八年前的 法国病理学家 他做过一些研究 如果我们的位置是按得正硬的话 是 我们只需要大约两公斤的力 已经大约20N 就已经可以令到颈椎的静脈 停止了血液的流通 2kg 对 那是不是超过了 超过了, 已经死定了 死定了 2kg 不要得罪吧 如果我们用大约5kg 就已经可以令到动物停止 因为动物需要大力才能停止血液 如果你再大力少许到15kg 就直接捏起来气管 浸在来气管 气管 如果我, 真是我去捏 如果我捏一个男人 捏住他, 他一定死定了 就好像捏6公斤 说我, 我就真的 搞了很久 那就是他的反抗 那就是 他阻止你 之后他又可以透气 你计算我的反抗是250kg 是 是 好了 而且是尤尤 如果万一 这么不限真的被人辣 那辣了多久才会有心灵危险呢 其实像一般正常结员人 当脑欠氧超过三分钟 已经很危险 所以经常说 为何人在欠氧尽快就救他 尽快那调利就是那样 即是极限你都是 3分钟 正常情况之下 会有脑欠氧了 我們有時看劇,看劇 他不在那邊練習,這樣撐好了 我以為我常常可以裝死 然後我先裝暈倒 我打算是這樣的 原來你這麼聰明? 對 因為我也是這樣想 我終於有一次認識我 對,這次他不認識 他不認識他 無謂撐那麼久 對,我打算撐死 不打算,就是這樣 對,我也是這樣 那他一定會停的 是嗎? 如果有一個專業殺手 應該不見我會停 即是甚麼? 立書說你撐住 先撐住兩小時 不用 五分鐘就有了 好 但如果我們壓住頸部動物 頸部動物是可以測試到壓力 如果壓力有變的話 他可以隨便令到心臟肥 突然停止跳動 即是其實未必是撐死 是心臟停 即是未窒息 不窒息 我也有個例子 就是現在冬天 會帶頸巾 然後我有一次搭小巴 我下車 然後關車門 他真的夾住了我的頸巾 但是幸好 我純粹是這樣搭住 萬一我真的空著 我真的夾死了 那我一直拖 我就會死 即是會辣死 其實在香港幾年前 試過一次在屯門 一個小田賽車場 有一個女士 就是一條頸巾 那她的頸巾 就是弄在小田賽車上 那個輪子 然後她真的辣死了 也有一個個案 就是一個裝修工人 裝修的時候 她的毛巾又是捲在機上 她是沒有人發覺的 後來才知道 她的毛巾辣死了 這樣嗎? 對…沒有人在 沒有人在現場 我甚至聽說 外國有些女人 去玩機動遊戲 被自己的頭髮繞著 而窒息 我也聽說 都是會發生的 所以現在玩那些